好 看完了海龜之外 再来要看看的是轰鱼 花莲10TP外海 接近出现了很多海中交客 像是有许多的轰鱼在海上追逐球偶 另外呢 还有罕见的刮头巾 更是有一只白化症的刮头巾 惊醒现身 让大家都非常的兴奋 船长说三年前 他也看过白化症的刮头巾 经过比对之后 竟然就是同一只 相隔三年 再度在海上重逢 让大家相当感动 轰鱼 追老婆 追老婆 民众近乎连连 因为直击轰鱼在追逐 他们可不是在打架 而是在求偶 大家本来要来欣赏海豚的 目光全都先被这一幕吸引住 海上惊喜还不止这样 在同一海域 还有罕见的刮头巾惊喜现身 而且还有出现白化的刮头巾 洁白身影悠游在蓝色大海当中 显得格外耀眼 刮头巾其实在台湾中外的赏金来讲 船长兴奋地说三年前也有看过白化的刮头巾 金比对后发现真的是同一只 三年后竟然又在海上再度重逢 让大家都非常感动 那确认是同一只 所以是相当的感动 花莲时提品外海 海上交客陆续惊喜现宗 游客们直呼实在太幸运 不需此行 接着陈金业花莲报道